长期不吃早餐,对身体损害大,研究发现,长期不吃早餐,会增加肥胖,高血脂症和糖尿病的患病风险,让胃病,胆结石等疾病产生,还容易加速衰老。 早餐不仅要吃饱,更要吃好,要保证营养,快速补足今晚的消耗,并为新一天提供满满能量,还得一小化烤吸收,不让身体到复刻工作,怎么吃就很重要了。 食品科学博士范志宏老师推荐敏糊,理由也很简单,营养丰富,一小化好吸收,父母操作起来也很简单,只是要将食材处理好,扔斤豆浆机里打成糊状就好。 机器自动打,自动煮熟,非常方便,且,敏糊还有三大优势,保护肠胃,同一种食材,煮得越软,打得越细碎,孩子消化起来就越容易。 保护了孩子胶嫩的肠胃,有利于营养素的保存,用豆浆机打糊,整个过程仅二十分钟,不会造成食材营养素的大量损失,有利于维生素的保存,更不会减少下食纤维的含量。 营养吸收更好,食材打成糊糊吃,因为更易消化,且营养素保存丰富,孩子所吸收的营养也就更全面。 下面推荐营养健康的米糊制作步骤,感兴趣的朋友,赶紧收藏。 早餐给孩子做做看过,黑芝麻米糊准备,熟芝麻三十克,大米五十克。 做吧,大米淘洗干净,加水浸泡一夜,第二天倒入豆浆机,加入熟芝麻和水,选择米糊煎即可。 芝麻的营养非常全面,不仅含有大量的蛋白质,对孩子头发的生长有关键作用。 钙的含量也很高,每一百克芝麻里含七百八十毫克的钙,像这一碗有三十克黑芝麻的米糊含钙量,就达到二百三十四毫克,比一杯二百毫升的牛奶的含钙量还要高。 黑芝麻的含铁量比补铁神物,猪杆的含铁量还要高一点,每一百克黑芝麻含铁二十二点七毫克。 另外,黑芝麻含含维生素一、磷、钾、铁、铁、铁等营养元素,是一款非常全能的食材,而大米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,是我们能量的来源。 如果早餐只摄入蛋白质,没有没有碳水化合物,那么,蛋白质在供给能量时,会产生大量垃圾伤害人体。 所以,这一道黑芝麻米糊,富含蛋白质和碳水矿合物,另外还有维生素和各种矿物质。 早餐所需的饮料基本全了,妈妈可以给孩子再搭配一个水果,一个水煮鸡蛋或者一片吐司,完美的早餐做好了。 吹皮线用熟芝麻,或者生芝麻提前炒香,会伤一万倍,紫薯米糊准备,紫薯150克,大米80克。 做吧,大米烤洗干净,浸泡一夜,紫薯去皮,洗净,切薄片,和大米一起放入豆浆机,加入适量水,选择米糊煎即可。 紫薯最显著的营养,就是含有的花青素非常多,而花青素对眼睛的保健有重要作用。 现在孩子都处在电脑、手机横行的时代,多吃保护眼睛健康的食物非常重要。 此外,紫薯还含有丰富的纤维,可以帮助孩子消化,缓解便秘,维生素C的含量也很高。 对于提高孩子免疫力有好处,加入大米,不仅给这道紫薯米糊,提供了足量的碳水化合物。 细腻的米糊更中和了磁属丰富的膳食纤维,提升了整体口感。 这道米糊最惊艳的地方是颜色,打出来简直美爆了。 红薯杂粮,米糊准备,红薯200克,燕麦30克,糙米30克,玉米渣30克。 做吧,红薯去皮,洗净,切小块,糙米,玉米渣淘洗两遍,三种食材放入大碗。 中间适量水浸泡一夜,将浸泡好的红薯,糙米,玉米渣,和准备好的燕麦放入豆浆机。 加适量精水,制成米糊即可,和紫薯相反的是,红薯中部含有花青素,但是含有另一种维持孩子正常势力的营养素,胡萝卜素。 而且非常丰富,搭配的玉米加富含液黄素,对保护眼睛同样有重要作用。 并且其维生素液的含量也很高,与普通精致百米相比。 糙米维他面,矿物质与膳食行为的含量更丰富,但口感可能稍差,于是我们加入了能使米糊更细腻粘稠的燕麦。 这款能护盐,养盐的米糊,早上妈妈和孩子一起喝一碗也是极好的,Tips你买到的燕麦片是纯真的吗? 那种味道香香甜甜,沉碎粉状,一充就化开的所谓麦片。 一汤粉,胡萝卜米粉为主,和纯燕麦片的营养价值天差地别。 要想获得纯燕麦片的好处,要注意看看是否还有燕麦片的外挂压点的种子。 蛋白质含量是否高于11%,配料表中除了燕麦两个字什么多余的东西都没有,才是真正的燕麦片。 食品科学博士范志宏,南瓜米糊准备,南瓜300克,大米100克。 做吧,大米淘洗干净,浸泡一夜,南瓜去皮,切成小块,和大米一起倒入豆浆机,倒入适量水,选择米糊煎即可。 南瓜含有丰富的果酱和类胡萝卜素,这都是对孩子很好的营养素。 果酱有很好的吸附作用,可以保护胃肠的粘膜,免受粗糙食品刺激,加强胃肠蠕动,帮助食物消化。 类胡萝卜素在孩子体内转化成为生素A后,可以帮助孩子维持正常视力。 同样还是促进骨骼生长,帮助孩子长达的重要元素,而且还是帮助妈妈倒护皮肤的好东西。 另外,南瓜还富含粗纤维、磷、铁、铜、梦、个、鹏等元素,简直就是个宝。 早上吃一碗南瓜米糊,孩子精神好,妈妈气色好。 核桃花生米糊准备,核桃、花生、大米饰料。 做法,将核桃、花生糊大米,泡在清水里一个晚上,泡好的材料放入豆浆机里打成米糊即可。 我们常说,核桃一行不行,其实是有根据的。 核桃含有大脑所需的蛋白质、磷脂核心,都是大脑需要的营养物质。 再加上花生中丰富的硫氨素和黄素、尼克酸等多种有益大脑细胞发育的营养素,这道米糊很不恼,并且对孩子气郁力的提升也有好处。 山药红薯米糊准备,红薯70克,山药70克,大米70克,黑芝麻2茶匙。 做法,大米淘洗干净浸泡一夜,山药和红薯切片,放到微波炉中,加2茶匙水。 高火4分钟,然后放入豆浆机,加入大米和黑芝麻,以及适量清水,选择拟糊间即可。 山药味干,性贫、乳肺、皮、顺精,不燥不腻,对调理脾胃有很好的效用,且富含维生素极化物质,具有很好的滋养作用。 在干燥的春天做来吃非常合适,而红薯除了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,可以转化成维生素A,维持正常视力。 除促进孩子长得之外,还含有丰富的纤维,去缓解孩子春季干燥便秘的好食材。 两者加上营养丰富的黑芝麻,和饱含碳水化合物的大米,是春季孩子调理脾胃不可错过的一款米糊。 红豆红枣1米糊准备,大米20克,红豆加1米70克,红枣6克。 做法,红豆,1米,大米洗净,加水浸泡一叶,红枣续合,撕碎,将煎泡过的红豆,1米,大米,和红枣碎加入豆浆机中,加水,制成米糊。 从中医上来说,红豆,1米的大态是驱失的好邦子,而红枣是温和的滋养食材。 现在正是南方春雨绵绵潮湿得不行的时候,这个时候和孩子一起吃一碗,红豆红枣1米糊定会暖易融融。 从营养上来说,红豆,1米和红豆都富含磷、钾、铁、铁、铅等微量元素,但1-3-9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也很丰富,所以这一款米糊,我们减少了大米的分量,为孩子提供更均衡的营养。 这七款杂粮古物米糊搭配的食材都很好,都突出了食材本身的甜和香,所以不建议添加白糖调味,因为孩子的味觉是极其敏感的。 在品尝的饮食中,多让孩子品尝食物本身的味道,而味调量的味道,对孩子的身体健康很有好处。 另外,所有的米糊制作中,我们都提前一夜浸泡食材,这是我们在实践中合出的经验,浸泡过的食材松软,更有益于打出细腻的糊糊,制作时间更短,也对延长豆浆鸡的使用寿命有好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